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青少年的时候都不得不守色戒 想破戒都没机会 所以就表现出攻击性 有的时候为什么对女人攻击性 实际是想弄她 那你过去那么多年的修行都失败了 就碰到你嘛 对不对 你这西游记里面演妖精 又来了 这个要向大家预告 广美在这个西游记里出狱 出狱吗 不是我是蜘蛛精 对蜘蛛精 然后调戏猪八戒的这个床上戏 我们将在下一集 下一集 我找到幕后的这个艳照了 下一集会放给大家 所以你们要看 今天呢 我们先讲一个什么事 我为什么说 我说见到广美 我就想哭呢 今天中午又哭了一回 哭了一回 这跟你们台湾艺人也有关系 你们的那个大姐 凤飞飞先试了 1月3号得肺癌去了 但是呢 这个这个 刘医主说呀 这个不要告诉他们 大过年的 等办完了所有的丧事以后 再告诉他 其实我对凤飞飞啊 也没有什么太大感情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我说怎么就哭了呢 我就是 我平常中午刚起床 我就爱哭 是我的一个哭点啊 这个点我就爱哭 然后呢 我又看那个凤凰视频上 有一个掌声响起来 然后我就听凤飞飞38周年吧 有个演唱会 那他就说 有一个歌 他说当年我录这个歌之前 我拿到这个歌啊 我在家里就哭了三个小时 然后到了录音棚呢 我的制作人又等了我两个小时 等我把没哭的哭完 然后他说即便这样 我每一次唱它 我还是会哭 他说因为我觉得唱出了我们这类人的一些感受 哎呀我一听他这么一引导 那掌声响起来 我就跟着哭吧 哭得很痛快 这每天中午都得哭 到点得哭 你们不知道我整天笑脸迎人呢 我整天自个儿在家里 我天天哭啊 你真的 我这个人啊 你们不了解我 病得好重啊 我特爱哭 没事 想起广美哭一鼻子 想起文道哭一鼻子 想起你们俩又哭一会儿 哭是我的治疗 我发泄的一种方式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你现在没有开始在用什么药物治疗吧 就是哭啊 哭就能净 哭能净 你知道吗 就是要有什么烦心事 你哭和你在电影院里哭 效果不一样 你要是说因为这个这个真正的痛苦的事情 哭啊 哭完了之后啊 眼睛和这个这个地方胀 不舒服 甚至头疼 可是啊 要是看这个艺术作品 被感动的 跟就是跟自己无关的事啊 感动的哭了以后啊 觉得清清凌 清清爽 你们没见 你觉得我今天是不是脸都显得干净一点 就是排毒了 美子 眼泪 下回见到你呢 人家平常打发 吃了饭没有 看到他哭了吗 对不对 最近而且你们发现没有 这个吉尔连三的 这就算中国一天天后了 凤飞飞 美国那个是刚传来 Whitney Houston 然后之前呢 是谁呀 这个迈克尔杰克逊 然后呢 他们最近说你们先破一个案了 为什么这些人呢 这些天皇巨星啊 老爱猝死呢 这不叫老爱猝死吧 凤飞飞这是病死 我不包括凤飞飞 Whitney Houston 这个迈克尔杰克逊 包括李小龙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个礼拜 国家地理频道 Discover 先放李小龙 然后最近在播放那个谁 马力连梦目的电影 马力连梦目也等于是被爆出来是猝死 虽然有人说他是被谋杀的 但是也是猝死的 但是我觉得美国情况不太一样 因为美国 其实李小龙的生活方式很美国的 是很洋化的 他们那个圈子里面有很长远的药物文化 我觉得那个药不是说真的吃了什么毒品这么猝死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看Michael Jackson跟Winnie Houston 当然Winnie Houston现在还搞不清楚怎么会 在大致上 对但那个药呢 他们是怎么样 你注意一下 他都不是真的吃毒品死的 处方药 他是处方药混了酒或怎么样 在这个情况其实李小龙也是 李小龙当年应该是吃的是一个头痛药 这个事啊一直就没清楚 这个李小龙呢 有一种说法是马上疯 对吧 咱不采纳这种说法 应该不像 但是呢 我又听一个运动员跟我讲过 他怀疑李小龙是肋骨醇 对 就是说当然他直接原因 最后这个香港这个法院施检呢 李小龙是头疼药 对 跟哪发生了什么反应 引起脑水肿吗 对 但是呢 这个运动员跟我讲啊 他看李小龙的肌肉 他就说这种人 他为了达到他这个肌肉 吃肋骨醇 你知道李小龙为了实现完美 你看他的肌肉 跟那种健美冠军还不一样 健美冠军那个是有点丑 就太大 李小龙这个肌肉 非饱 他说这个肋骨醇吃了之后 能把这个脂肪 一条一条的就给你瘪下去 给你吸收下去 你就剩下筋肉 他说甚至于你不绷着 你捶着手 一条一条的肌肉 都显得出来 就特别有美感 所以他怀疑 李小龙是不是肋骨醇 但无论如何 就他们那帮人里面 就在美国的这个影视文化 娱乐文化里面 或者根本美国人 就是一个药物依赖的民族 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就是美国你想想看 什么药都有 像当年韦哥那种药 出现的时候 大家就认为是美国的 药物文化的高峰 为什么 他说明一个问题 就美国人对药的依赖 跟习惯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他们会认为 药是能改善我生活方式 有一种东西 对 因为是一般中国人 对西药的看法 我们吃中药那还好 因为中药本来就是 介乎于 真的是药跟食疗之间 我们还好 西药的话 一般我们中国人都觉得 这个东西是 你没事别乱吃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认识很多美国人 美国朋友都是 一天一晚在吃 各种各样的药 那你问他为什么要吃呢 他觉得有点什么 不舒服 吃个什么药 觉得这怎么样吃个什么药 后来变成一个是 想让自己开心点也吃药 你像百优姐就是 对 其实不是那么多人 有忧郁症要吃 但他只是心情 起来心情不大 他又吃 这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没错 我觉得他们就是要 更高更快更强 对 你知道吗 就是所以就说 你看这个所谓天皇巨星 你就像是这个 包括林书豪 你发现没有 这昨天我没讲到 为什么我跟你说 他们应该看 枪枪三人行 因为这个不才我 经常学习 有时候 你像比如说最近 我就参加了一个邪教组织 不是 我一个就研究萨满教 你知道吗 我听了老师上课 我得到很多启发 你知道 就是说 这是一种原始宗教 这个原始宗教 这个巫师 你看他为什么变成一种状态 它是个附体 他这个附体 有时候他会通过某些原始的药物 让自己进入到一个这个附体的状态 我是产生了一个什么联想 现代社会是好像很少这种原始宗教 可是你觉不觉得 某些个让人迷狂的这些巨星 他们在舞台上 他们在运动场上 他们引起的我们的那种反应 有点像现代巫师 你有这感觉没有 但是那个东西对身体无害 你很难说 不是 我跟你说 你比如说 像是这个巫师 能够催眠人 能够让你产生这种 幻觉 幻觉反应 你发现依靠什么 你有时候你看什么人觉得疯狂 昨天咱们没谈完的一个事 我就是觉得 就是 它得有特异功能 这个特异功能表现在哪 就是非人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就像林书豪 它不正常了 它异常了 它在很短的时间内 它等等 几个 实际上 它有点超度了我们 你知道吗 让我们觉得 这不是这个世界能发生的事情 你看李小龙 他至少制造了一个幻觉 就是像 有特异功能 当然我必须说 有些时候 这特异功能可能也像刘谦 它本质上是种魔术 但是不管怎么说 它是让人类产生了这样一种 出离这个世界的一种观感 这其实就美学上讲的崇高 就康德美学上讲 人有时候会面对一些 超乎人类感知界限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被征服了 你会觉得被灭服了 那个叫崇高 就他把整个人的状态升华 拔高起来了 我怎么觉得这叫假象呢 我真的觉得这些所谓的 假象跟幻象 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巨星的陨落 我其实很遗憾的说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太不好了 他们对自己太不好了 他们真的放纵自己 然后你看他们在舞台上 他们在媒体上面被无限度的放大 被人家甚至就像你讲 膜拜着 他让人兴奋 但事实上他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 他的生活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也得吃喝拉撒 他跟我们过了一样的日子 那时候他肯定有很极度的失落感 那时候他要用什么东西来 让自己回到那种神的境界 他就要靠药物 不管说你说吸毒也好 或者说所谓的处方药也好 其实那些东西 其实对身体都是会不好的 为了人家都进行 我看你了 好 不 有些时候我为什么讲这个 这个说这个巨星 我们为什么需要巨星啊 我当年曾经批判 需要被催眠 我当年曾经批判 我说这帮粉丝太不靠谱了 这是人类最愚昧的这种东西 怎么能崇拜人的 过去你觉得当年还曾经说过一个 崇拜活着 拿活着的人当神 那是邪教的定义之一 为什么 怎么这么不靠谱 后来我慢慢明白了 这是个人类学的问题 需要 就像圣经里面就讲 你们都是有羊群 那么90%的人都是羊群 但有羊群 你们就需要个头羊 谁带着你们走 你知道吗 这是很深的一种需要 所以呢 实际上就像你说的 你说是不是假象呢 我跟你说 我觉得也一换一针 很难说 比如说 我认为赵本山也有巫师的性质 为什么 你想想 十几亿人 某一天晚上 就等着看他 他没出来 他话都没说 你就要笑 这完全是他这个气场 而且我跟你讲 过去 我就说 我 有人提出 就说这个 二人传 东北二人传 东北更早以前 这个地区是盛行萨满教的 你记得吗 萨满教 有些学者在研究 二人传和萨满教之间的关系 你今天听 你可能觉得很不靠谱 就说 这人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说 我见过二人传的演出 我也见过赵本山老师的演出 我个人 我个人的感觉 他跟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 跟中戏表演戏 表演训练的路子 不是一个路子 不是一个路子 他更让我觉得像附体 你知道吗 就一个二人传演员 他在台上什么叫绝活 绝活就是我说的特异功能 他怎么能让你催眠 怎么能让你迷狂 他干出来的这个很多这个事 你比如说 拿着把这个假菜刀 蹭一下子飞出去 哗哗哗哗哗哗哗 他把这个裤裤一弄 砰就进了裤裤 有时候他 而且有时候你看 我们有些人也批评他们 说他们拿残疾人 开玩笑 但是你不能不佩服 他这种能力 你知道我有一次看本山大叔接受采访 然后他就说 他说我给你们演一个盲人 盲人朋友 我给演一个盲人朋友 是什么样 你们看像不像 但你知道他怎么演的吗 他背对着你 他背对你 这是现场观众 他说你们看像不像 哇底下就鼓掌了 就说你看他这个背影 你觉得他是个街上的盲人 这是什么表演戏 斯坦尼斯大夫斯基吗 这不是 我认为这是附体 就是你看他找着一个劲 就好像古老的什么 就是招魂一样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他是心里找着一个感觉 找着一个镜头之后 等一下 你看他演那个卖拐 他演某种残疾人的样子 他这个镜头 我老觉得 可能我有点五迷三大 但是我也觉得 加入了邪教主 对我也觉得 对 你是不是觉得 我也有点 对你有一个劲儿了 完全有 那就好了 这玩意儿 黄金万两岸 一旦能附体 不过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萨满 跟中国古代讲的屋 是两个概念 就商朝那个屋 跟东北萨满 有点不一样 但当然也还是有关系 因为但尤其你刚才讲到表演 从来现在一般人类学家 历史学家 或者考古学家都会说 从古以来 所有的表演艺术 都是跟巫术相关的 甚至就是文字上 你就看得出来 因为中文你就看得到 中文最早 当然所有语言都是 先有声音才有字 那好几个声音 相似的字 它原来的概念是通的 比如说巫术的巫 跟跳舞的舞 还有武功的舞 这几个东西 在古代的发音 不是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发音 后来普通话发音 不是商朝的发音 古音应该类似像 Mark Mac 是这样的一种声音 这个声音 其实又跟西方讲的 魔术师Magician 是同一个字根 所以汉语的 这个巫这个字 现代的学者 从姚中仪也好 后梅维也好 都考证 他是跟古波斯语的巫师 是同一个字 是相通的 在那个年代 其实巫师 真的是能跳舞的 或者他那个跳舞 其实是巫术的一部分 你想广美这种人 他都是现代社会里的巫 对 他不演蜘蛛精 对 戏游记 你的表演是怎么找着 角色感觉的 参加邪教团体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其实 对 你这样问我 我还真把我问倒了 我也没有接受过 专业的表演训练 其实有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一个角色 就是你愿意怎么样 去诠释他而已 我并没有一个 什么像很多人 会去模拟 以前 你看看以前 你以前的那些人 因为我演很多角色 都是以前 我们再翻拍 重新翻拍的 很多人说 你会必须参考 以前的人 怎么演 怎么拍 没有 其实没有 我真的觉得 就是你自己 愿意把这个角色 幻化成一个什么样的 呈现在别人面前 就是这样 你看这个小沈阳 他们老说 他演的那个 女里女气的 什么什么的 其实 弄个兰花纸 什么这叫墨 本和墨 这是真墨 外在的 最重要的是 你看小沈阳生活里 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不善意言谈 根本就 但是一上舞台上 我的感觉 就像是 你又钻进去了 被附身了 争议一下 他关键是这个神 这就很好玩 这就牵涉到 我们怎么看 演员的演技的问题 就我们常常讲 演技好的意思 就是说演什么 像什么 对不对 行事 然后再说神事 但是呢 所谓演什么 像什么 这种概念 在演员训练的传统里面 其实是属于喜剧演员的 就传统西方戏剧训练里面 喜剧演员或滑稽演员 最被要求这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透过模仿 很多不同的人物的动作 声线 来产生有动效的效果 大家会看着笑 反正悲剧演员或正剧演员 不要求这个的 但是问题是发展到 后来有些演员 就是演到出神入化了 这种模仿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很佩服 你忘了 这其实是喜剧的根本 比如说像梅丽斯·翠普 她最近演这个 柴奇尔夫人 萨奇尔夫人 非常可怕 你看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佩服 我会觉得令人害怕 就你毛发都竖起来 为什么 她声音都一样 上身 她是 她是 她是这种演员 她是 演到就是 她没人是有名的 就是她声音模仿能力 她连声音都一样 没错 这怎么 这你觉得觉得有点可怕 所以这个演艺行当的人 演的好的 那都是鬼上身 恰恰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在中国百姓的眼里 他亲切温和 在西方人眼里 他像芥末一样辛辣 在毛泽东眼里 他是难得人才 曾经三次被打倒 又三次奇迹般崛起 在他辞世十五周年的今天 我们从平凡人的视角 观察这位影响全世界的中国领袖 尊前谈笑人的意见 邓小平影响记忆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传场千年念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岭南文化 是中华民族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 既是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中之有机组成部分 又融合中原及海外文化特色 因而造就岭南人务实 开放兼容的独特性格 成为民族的创新力量 与我们一起深入此地 构筑最真实的岭南印象吧 印象岭南 星期二 凤凰卫视中安台 包括你说 其实我现在研究这个人类这个玩意儿挺有意思 你怎么样让这个观众就疯了 就是这个催眠产生 就像你刚才讲的喜剧眼 讲笑话 我发现 你也是要完成一个特异功能 什么叫特异功能 比如说你说五分钟话 你让大家笑了一次 这个大家就觉得挺好笑 但不会觉得你是神 可是你要能做到像有些外国脱口秀 一句话一个抱负 就是一句话一个碰头彩 他们连续笑了十次之后 他们就hold不住了 因为非一同寻常的情况出现了 甚至于我那天看三连 有一个法国人一直在研究 就说笑话是什么东西 人为什么会笑 这当然有很多种解释 但其中一个解释 我很喜欢 他就说 你为什么会笑呢 因为一个笑话 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因为通常是逻辑的 对吧 通常是正常的 理性的 你不会笑 笑话是因为 蹭一下 你知道吗 你走了 所以本质上讲 我觉得所有艺术都是超度你们 超度受众 就是他让你产生一种 就像你说的假象也好 幻象也好 他让你在短时间 那个瞬息之间 人都想去另外的世界 是不是这么回事 但我好奇的就是说 你说你没有接受演员训练光美 但是比如说模特的那种训练 是不是也是一种扮演 是 我觉得是一种扮演 因为我觉得 就好的模特跟不好的模特 有两种区别 好的模特是 你让衣服穿你 很多人会把它反过来 很多人会觉得说 好的模特就是应该 你懂得怎么穿衣服 事实上不是 你应该让衣服去穿你 而不是你去穿那个衣服 因为很多模特一出来 一看辨别度很高 一看这个 闻到 永远都是闻到 出来就是闻到 他穿ABCDEFG的衣服 他永远都是闻到 但事实上我觉得模特 他就是应该是一个 没有名字的 一个衣架子 他是应该 被衣服穿出来 然后去诠释那件衣服 而不是诠释他自己的 我那天听一个模特经纪人 给我讲句名言 我觉得说的挺好 他说模特的脸蛋长在身上 说的挺好 他说模特的脸蛋长在身上 所以咱们这说了半天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从凤飞飞姐姐这个过世说起 我觉得这些个曾经 怎么说呢 催眠过我们的 这些个现代巫师们 是不是你为他流过泪 也值得我们一番敬意 甭管他是怎样的 真的很不容易 你想想他自个的感受 所以我今天就把我哭了一鼻子 这个掌声响起来 做结尾了 不独站在这舞台 听到掌声响起来 我的心中又想散开 多少青春不在 多少情怀更改 我还拥有你的爱 我还拥有你的爱 好像初次的舞台 听到第一声哭 我的眼泪拥不住掉下来 经过多少时代 经过多少等待 告诉自己要忍耐 早上想起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区江楼贯文明启示录 将与我同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